巴比媽咪別著急 教孩子一定有密集 孩子不聽話沒關係 這裡的直播來幫你 各位爸爸媽好 歡迎來收看王者教育兒寶典 今天改在八點 因為要你跟你的孩子一起聽 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故事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你們喜歡一開始的音樂嗎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趕快來按讚加分享 等一下王老師呢 再唱一次給你們聽 好不好 OK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講一個什麼故事 我們現場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好 那不知道你家的小朋友 有沒有一起來聽呢 好 我們今天呢 要來講一個奇異超人 他要拯救地球的一個故事 一個奇幻冒險的一個故事 我等多一點人來的時候呢 我們再開始囉 好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是這樣子的 地球上面呢 的爸爸媽媽呢 寫一封信給奇異超人 結果呢 奇異超人 好 他們跟奇異超人講說 奇異超人 請你救救我們的寶貝 現在地球上面受到嚴重的污染 孩子變得很容易生病 而且又沒有活力 不專心 而且還會常常愛生氣 哎呀 能不能發揮你神奇的魔力 來救救這些地球上的孩子啊 蛤蝦蜜 這麼嚴重 我一定要去幫忙 我身上有比別人更多的武器 像高單位的維他命C 還有膳食纖維 這麼多的武器 比別人厲害又聰明 一定可以幫上地球的孩子的 能幫助他們什麼 能幫助他們增加他們的免疫力 他的頭還會這樣子 這個奇異超人 真是太奇異啦 結果呢 他一下子呢 奇異超人就飛到地球去了 咻 有的時候 因為太胖 有點飛不動 所以要加足馬力 剛剛只能飛這樣子 好來 加足馬力 沒問題 加足馬力 嗚~~ 欸 很浪費油耶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反正就飛一趟而已啦 呼哈飛加足馬力 好 到了地球上了以後呢 奇異超人發現 蛤 真的 地球上面真的是亂糟糟的啊 而且呢 污染非常非常的嚴重 這個時候呢 一個魔法小妖精飛過來了 嗯哈 是誰來了 奇異超人 你不要破壞我的好事 蛤 原來就是你 蛤 魔法小妖精 你好好人不走 為什麼要當壞人呢 蛤 誰說我是壞人啊 你看我的臉這麼可愛 這麼可愛 你覺得我是壞人嗎 你覺得我是壞人嗎 蛤 老師有教好人壞人 不是從臉上看出來的 而是要觀察你的行為 蛤 就憑妳 大頭大頭下雨不愁 人家有閃 你有大頭 啊 氣死啦 奇異超人很生氣 而且 你自己看一看 你還有大屁屁 啊 什麼大屁屁 你真是太沒禮貌了 你就是講這麼討人厭的話 才會有那麼多人討厭你 嗨 讓我來收拾你吧 待會 哈哈哈哈 待會 你那麼胖 我才不想跟你打 我的老師也有教不要跟人家打架 所以呢 我才不想跟你打呢 我 出舞蹈關卡 來 阻止你 準備接招了嗎 小朋友 你準備好了嗎 蛤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有些好了 有些還沒啊 但是我就要出題目了 啊 舞蹈關卡 看你們有多厲害啊 啊 沒問題 我大奇異呢 身上有維他命C 也有膳食纖維 一定可以幫助地球上的小朋友的 好 那我就來出題了 出第一道題 第一關就是 病毒藏在哪裡 啊 病毒在哪裡 哈哈 啊 魔法小妖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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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啊 請問奇異超人 你那麼厲害 你可以知道病毒藏在這個板子裡面的哪裡嗎 哪裡 啊 那你知道總共有幾個病毒嗎 病毒 這裡 啊 跟這個一樣的病毒 總共有幾個啊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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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奇異超人說 哈哈 這個這麼簡單 真是下屎寶寶了 你 我還以為什麼難的問題啊 下屎寶寶了 總共有三個 小朋友 你答對了嗎 這裡面總共有三隻跟他一樣的病毒 你有找到嗎 有 這個時候呢 魔法小妖精說 可惡 想不到我的第一關就過了 不過我第一關是最簡單的 哼 沒有關係 我再來出第二關 第二關就是 因為地球我把它空污弄得很嚴重 空氣都在污染啊 第二關就是這一關 請問所有的小小朋友 還有請問所有的大奇異小奇異超人 你知道嗎 這些口罩都是破掉的 地球上的孩子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們不喜歡戴口罩 哈哈 他們因為不喜歡戴口罩 我就可以把他們弄到生病啊 蛤 請問這裡有三個破掉的口罩 你知道 第一個小朋友的口罩 要拿下面哪個圖形來補嗎 沒有關係 嗯 答對了 就是圓形 哎呀 可惡的大奇異超人 沒關係 那請問你知道 第二個小朋友 他的口罩 要拿什麼形狀來補嗎 三角星 你能幫我指出來嗎 嗯 啊 答對了 就是他 奇異超人 果然厲害 果然不是只有一個很大的頭 跟很大的屁屁而已 哎呀 真是的 那請問你知道 第三個小朋友 哎 他要用什麼野 什麼行動來補呢 三角星 哎呀 可惡 啊 結果大家都答對了 第三個 就是三角星 哎呀 這個時候呢 三個小朋友呢 都已經把他口罩補起來了 他們就不會生病了 真是太厲害了 哇 大奇異超人 真的 奇異超人 奇異超人 有小朋友說他就是大奇異超人 在現場聽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奇異超人呢 哦 你們是很厲害的奇異超人嗎 啊 好 奇異超人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武功 就是當他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 大奇異 小奇異 讓你變成很好的免疫力 他已經過兩關了 第二關就是大奇異 小奇異 讓你躲開空屋 不生氣 哇 太棒了已經過兩關了 這個時候呢 魔法小妖精說 但咧 沒有那麼簡單 我現在呢 要來出第三題 考考所有的小朋友 跟奇異超人 請問請問 第三題就是 影子大道到底是誰呀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影子 請問影子大道是第一個 還是第二個 還是第三個 還是第四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一個 小朋友 第一個 小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是第一個 還是第二個 還是第三個 還是第四個呢 第一個 啊 什麼 你們又答對了 哇 這個時候呢 奇異超人也說 這麼簡單的題目 還敢考我啊 大奇異 小奇異 讓你每天有活力 哇 聽到這一句的時候呢 魔法小妖精最害怕了 大奇異 小奇異 又出來了 最後 第四題 沒那麼簡單 我要出五題 第四題 比較困難了 小朋友 看看 你能不能答對這一題呢 奇異超人 你準備接招吧 聽 誰是好夥伴 嗨 魔法小妖精這個時候說 好 我現在請三個機器人 這三個機器人呢 嘿 你仔細聽一聽 我要你找出我現在嘴巴裡面講的那個機器人 可是沒那麼容易的喔 一定要張開小朋友你們的大耳朵喔 好 機器人請出題 你好 我是機器人 我要你找 紫色的臉 藍色的眼睛 綠色的嘴巴 請問 紫色的臉 藍色的眼睛 綠色的嘴巴 是第一個 還是第二個 還是第三個 第二個 第二個 蝦咪 這個時候 魔法小妖精已經快要瘋掉了 為什麼我出這麼難的題目 你們都還會呢 哎呀 沒有錯 答案就是 紫色的臉 藍色的眼睛 綠色的嘴巴 就是第二個 機器人 啊 這個時候呢 奇異超人 離成功 越來越近了 哇 他說 我終於可以拯救地球上面的 所有的小朋友了 好 最後一題 是最難最難的 好 這個時候呢 魔法小妖精說 我才不會這麼容易放過你了 哈 你這個頭大又屁股大的小朋友 沒禮貌 老師說 要有禮貌 不可以講出讓人家討厭的話 來吧 第五題就是 請問所有的小朋友 該怎麼樣走到奇異森林呢 因為奇異森林裡面 有可以拯救孩子的維他命C 還有膳食纖維 請問 你要哪一個路 可以走到奇異森林 是第一個 還是第二個 還是第三個 還是第四個呢 第四個 啊 啊 什麼 這個時候呢 魔法小妖精已經快要瘋掉了 他說 地球上再也沒有我可以住的地方了 就是第一個 小朋友 你答對了嗎 答 小朋友 你答對了嗎 好 哇 這個時候呢 魔法小妖精就桃子搖搖了 哇 我打不過你 你實在是太聰明了 我不該要罵 我不該罵你頭很大跟屁股很大的 我要走啦 啊 這個時候呢 奇異超人說 齁 終於靠著我的秘密武器 還有呢 我很多很多的小奇異的幫忙 哎呀 拯救了地球上面的小朋友 小朋友 你剛剛的五關都答對了嗎 答對了 小朋友 你剛剛的五關答對幾關呢 六關 六關 哇 真的太厲害了 有小朋友我只出五關 答對第六關啊 哎呀 好 所有的爸爸媽媽 我們剛剛的一個小小的一個故事呢 奇異超人的一個故事呢 我們剛才在 我們剛剛 一點點小小的一個引導的技巧 在講故事的過程中 有的時候呢 可能不要照著書念 有的時候呢 可能需要重複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的一個技巧是什麼 大奇異小奇異 打造你的免疫力 大奇異小奇異 讓你躲開空污不生氣 哎 那這些重複的這些語言呢 其實呢 有時候會讓孩子呢 很容易記 很容易融入你的故事裡面 而且他們也會很開心 他們會目不轉睛 原因是因為 你們在引導故事的過程中 其實是有情緒的 那我們常常在引導故事 或說故事的技巧中間啊 常常是比較 比較呆板的 那很多的爸媽媽問我說 孩子會離開這些故事啊 會容易分心啊 是不是正常的 我說 如果當你改變了這些說故事的技巧了以後 其實呢 孩子會比較專心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孩子原本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六歲前的孩子 其實最最重要的就是 怎麼樣去教他們的模式 跟教他們的方法 而不是填壓 也不是固定怎麼樣的一個技巧 所以呢 我不知道今天呢 我們用這些奇異超人設計成一個故事啊 有沒有幫助到你去 跟孩子講說 一定要戴口罩 好 我們剛剛有一個 口罩要怎麼補啊 我剛才不是有說了嗎 口罩如果不戴的話 會容易生病 小朋友 你有沒有聽到呢 有 好 謝謝你 好 那如果呢 你不吃水果 像奇異果 它的 維他命C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愛奇異果 你超愛奇異果 我愛奇異果 你也超喜歡奇異果的 而且 金黃奇異果的維他命C更高喔 那 可能你的免疫力就會有問題 我們不要每一天都在碎念他們 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們都告訴他 你一定要吃青菜水果 不然的話你就會怎樣怎樣 這聽起來呢 又有一些威脅的語氣 孩子最不喜歡的就是用這種 威脅的語氣 去跟他們做互動 所以呢 今天 用這些故事 來告訴孩子自己 去守護自己的健康 來告訴孩子呢 應該要自己去 去 去 關心自己 而不是爸爸媽媽 一直在耳提面命 一直在念你 其實媽媽也念你們 念得很煩啊 你說是不是呢 齁 所以很 欸 對啊 有媽媽說 有小朋友說 五關答對了六關 好 來 張月梅媽咪 歡迎你 好 等一下呢 我會在這則影片的下方啊 把我剛剛的所有的教材 全部都放在在LINE裡面 你們點進去加入天才領袖的LINE 你的這五張有關於專注力 或是健康等等這些這些教材啊 你自己可以download下去 你連買書都不用買書耶 對啊 有時候我們還要去買 這些早早看的這些書 我今天呢 花了一整天 然後跟每天一直在設計 今天的所有五個關卡 這些五個關卡呢 除了呢 能幫你 跟孩子 一起照顧他的健康 讓他了解他的健康以外呢 其實還可以玩出專注力 還可以玩出記憶力 還可以玩出語言力 所以呢這五關呢 我變化了一下 還有一些設計呢 像最後一關的那個機器人 好 有些小朋友的聽覺專注力很不好 總是聽不到媽媽說 我們已經聊了好幾次的專注力了 媽媽在講 通通都沒有聽到 你不要講說 你家的老爺也是一樣 那我沒有辦法治療 好不好 那常常在講說 誰是 就是 聽覺專注力很不好的小朋友 我在那個影片的下方 有一個連結 你點進去的以後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下載 那下載了以後呢 我這個是空白的 很簡單 你可以在這三個機器人的臉 跟眼睛 跟鼻子跟嘴巴 上不同的顏色 然後呢 你再考考看孩子 清溫 紫色的臉 藍色的眼睛 綠色的嘴巴 是哪一個 OK 你會發現 孩子會聚精會神的 然後去尋找 然後跟你玩這個遊戲 還會樂此不疲 喔 這個就是教養的秘密 就是學習的秘密 有時候呢 我們只是用錯了一些方式 所以在影片下方 在影片下方 我們會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呢 其實就已經有寫了 這今天的教材 可以下載 今天獨家 只有給你們聽直播的這一些人喔 張月美媽咪 謝謝你 來按讚跟分享 如果你覺得 這樣的說故事的技巧 非常非常棒 如果你覺得 這樣說故事的技巧 非常非常的生動 孩子非常非常喜歡 欸 你可以把你剛剛 你剛剛 孩子在聽的過程的 這些經驗分享出來 好 那 我不知道 你的孩子有沒有很專心的 在看的 大奇異超人 然後跟 欸 魔法妖精的互動呢 你的孩子剛剛有沒有呢 在 在專心的看這些板子 然後在互動呢 互動也是一個說故事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技巧 因為你如果沒有互動的話 孩子變成一直在聽你說 其實孩子專注力不長 孩子喜歡用互動的 用玩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進行一個故事 你也需要多花點時間 講故事 讓他們知道你想要說的那些大道理 好 OK 所以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 謝謝大家的 觀賞 如果呢 你看完影片了 之後 下方有連結 趕快去download 我大概在24小時之後就會關掉 因為流量可能會非常非常高 你趕快去download 你可以自己印出來 讓孩子玩這些專注力的遊戲 這些大腦學習的遊戲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OK 掰掰